白羊座下周运势,11月18日到24日 事业运势,下周天象中水星对冲木星的相位 能给白羊座的事业领域带来沟通上的微妙挑战与潜在误解 此天象已引发与同事或合作伙伴间的协调障碍 考验着你的冷静与理性 在此关键时刻,建议白羊座的你务必保持头脑清醒 避免被情绪左右而做出冲动决策 积极寻求有效沟通之道,确保信息的准确传递 是化解误会,维系团队和谐的关键 财运运势,随着周二太阳三分海王星的天象显现 白羊座的财运,似乎被一股灵感与直觉的浪潮所包围 这一项位不仅激发了你的创造力 还赋予了你在财务规划上的敏锐洞察力 此时,正是审慎评估投资选项,制定理财策略的黄金时机 然而,需警惕过度乐观或盲目冒险的心态 稳健投资,理性分析,方能确保财务安全,收获长远利益 爱情运势,冥王星正式回到水瓶座 为白羊座的爱情生活带来了一场深刻的变革之风 这一变动可能引发与伴侣间关系的微妙调整 要求双方以更加开放和诚实的态度进行沟通 共同探索彼此的需求与期望 白羊座的你,需主动倾听伴侣的心声 理解对方的立场 通过积极对话,促进情感的深化与升华 让爱情之花在变革中绽放得更加绚烂 而单身的白羊座,则需要充实好自己 再等待机会 健康运势,随着太阳进入射手座 并与冥王星、水星形成和谐相位 白羊座在享受活力四射的同时 也需留意心理健康的平衡 这一连串天象可能带来一定的心理压力与紧张情绪 影响你的身心状态 因此,建议白羊座的你 重视心理健康的维护 通过规律的生活习惯 积极的心理调试 以及适度的放松活动 如户外运动、冥想等 有效缓解压力 保持身心的和谐与健康